大批警力護送之下 美國總統川普的野獸坐車 緩緩駛入日本皇居 川普夫婦和新天皇德仁 皇后雅子握手寒暄後 一行人踏上紅毯 接受國家級的歡迎儀式 日本陸上自衛隊的儀隊演奏兩國國歌 歡迎天皇首位的外國貴賓 也邀請川普檢閱儀隊 接著一行人進入皇居會談十五分鐘 氣氛輕鬆和諧 而分別擁有劍橋和哈佛學位的德仁夫婦 交談全程不需翻譯 口議員就這麼被晾在一旁 會談結束後 德仁夫婦站在門口 揮手目送川普離開 川普來到赤板營兵館 和首相安倍晉三召開峰會 雙方官員一致排開對座 討論北朝鮮和貿易等等議題 而老是抱怨被日本占便宜的川普 順利簽下一筆大訂單 不過每日超過7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可不是靠軍售就能發大財 雙方始終在貿易議題 談不出具體成果 但在北朝鮮核武方面 川普倒是對金正恩信心滿滿 不過直接受到核武威脅的日本 倒不這麼認為 安倍吉日活躍國際舞台也不抬除代替美國 前往伊朗談核子協議 而這場美日峰會就如外界預測 沒有太多實質成果 大愛新聞做不限編譯 大家都知道